许晴儿借着我喜欢他,让我当大冤种,给生活费,买车买房,结果他却闪婚嫁给了富二代,这还不够,为了怕富二代知道我俩恋爱过,他故人开车,把我撞死,再睁眼,我站在包厢门,包厢内,许晴儿语气恶劣,给我打电话,你跑哪去了?我们饭快吃完了,快来付款,他的朋友让他语气好点。 他说,舔狗而已,我吃笑,我对你好,你说我舔狗,那你把之前给你的钱都还来吧,再次睁眼,没想到我重生到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,望着眼前包厢门,我记忆深刻,这是许晴儿第一次答应,让我见他朋友们,我还捣吃了两个多小时才来,结果他就是喊我买单,但他主动喊我,我自然是愿意的认识三个月, 前前后后赚了七八万,花了二十几万,前世我还真没好好算过这笔账,直到我死前一天,许晴儿还找我要了笔钱,放在银行立滚里,他骂的都不少了吧, 咔,吊死鬼都没我来得冤,手机铃声响起,是我给许晴儿设置的专属铃声,我摁掉直接推门进去,许晴儿被一堆朋友围着,他坐在最中间,身上穿的还是我送他的香奶奶套装,嘴上说着不稀罕,这穿得比谁都快啊, 许晴儿错愕了下,但很快就冷下脸来,你跑哪去了,我们饭都快吃完了,快去结账,吩咐语气,跟我是他家仆人还差不多,我扫尸了一圈, 在坐地,基本都知道我身份,但也知道我宠着许晴儿,所以不敢插嘴,许晴儿旁边的女人撩了下头发,然后委婉道,小青,人家是林少许晴儿满不在乎的呕了声,舔狗而已,声音不大不小,在座都能听见,这要换钱是,我高低去把账结了,再开百万豪车给他跟他姐妹一起送回去, 我对你好,你说我舔狗,那你把之前给你的钱都还来吧,我站在门口,并没有要去结账动作,众人听到我这话,都震惊地看了过来,许晴儿美眸怒瞪着我,林天你在说什么,你是想展示,一下你大男子主义的魅力,会不会有点下头,好好好我下头,我讥讽地勾起嘴角,你穿我的吃我的, 你今天要乖乖喊一句林少,仗我还能给你结了,咱们就当好聚好散,哦不,许小姐都没答应跟我在一起呢,我凭什么给你付钱,帝都除了你,其他女人都死光了,我一番话下来, 许晴儿的脸清一块白一块,平时都是我舔着她,就算被她侮辱到忍无可忍时候,也不会这么对她说话,按照许晴儿的气性,这会估计要气死了,林天,你太过分了。 有你这么,这么对待未来女朋友的吗?许晴儿咬着嘴唇,泪眼汪汪,任谁看了大美女这样? 不得心软啊,但我林天已经死过一次了,在踏马心软,老天能给我第三条命,想到前世种种,我火气就更大了,现在稍微威胁一下,都说未来女朋友了,前世我舔了一年,都只能当个备胎,哦不,换备胎的千金顶,谁说我一定要追你了? 她们要不是看在我喜欢你的份上,能巴结跟你当朋友,你许晴儿没有我,算什么?我看着许晴儿一副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,我心里就越爽快,死女人花我钱算计我,还要给我弄死,这才哪到哪呀? 林天,我跟她们都是闺蜜,是好姐妹,你这样挑拨离间没意思了吧?而且是你答应了我们去吃饭,我带你来见朋友,你自己迟到还这样说话? 哪个女孩子喜欢你这样的?许晴儿说得头头是道,但在座没人敢附和一句,我笑了,行行行,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,我从袋里掏出跑车钥匙,跟一张卡,谁跟我走? 这卡就是谁的?我话音落下,许晴儿肉眼可见的慌了身,本来不吱声的几个女人,瞬间吵了起来,包括刚刚劝许晴儿的,直接扭着腰过来玩我的胳膊,林少,我跟你走,我没有架子,你说什么是什么?许晴儿气得脸色铁青,傅双双,我们不是最好的闺蜜吗?你这是什么意思? 女人本来还有些不好意思,但在我把卡递给她之后,那点顾虑瞬间消失殆尽了,她捂着嘴偷笑,许晴儿没有林少你算傻,这种餐厅你吃得起,她一片真心,你看不见我们可都看得见,林少,我可心疼你了富双双的小手,立刻划入我的西装外套里。 我一把抓住,但马上将她搂入怀中,又惹得她娇笑连连,紧接着,我一个眼神都没有再给许晴儿推开包厢门就出去了,至于今晚消费,算我们双双请客,寄我账上,包厢门大开,里面的许晴儿,还有那些女人,自然也都听见了, 有的人恨得牙痒痒,有的人也极度死了,既然真心换不来真心,钱总可以吧。 跟许晴儿耗时间,搞笑,傅双双也挺漂亮的,他们都是隔壁艺术学院的,尤其是刚毕业,基本都是天然脸,虽然比不上许晴儿有气质,但绝对有良心。 我开车带着傅双双飙到了最高马,跑车的轰鸣声响车整个街道,傅双双开心地大叫,那张卡早已经被揣到了包,具体多少我也不记得,百八十万应该是有的,车子稳稳停在了江边,帝都的繁华,确实能让人迷了心智。 我烦躁地刚想点根烟,傅双双就把火凑了过来,林少,我知道你喜欢许晴儿,不会跟我谈感情,一分钱一分货,我收了你的钱,你想要我做什么可以直说,我猛吸了口烟,将烟圈喷在他的脸上,他也都一脸享受的表情。 估计许晴儿跟顾声称在一块才会有的吧,笑死,老子五年花钱花时间养了只白眼狼,还没一个刚认识一天的女人,令人舒心,你确定,我挑眉,傅双双赶紧点头,满脸的情愿以及开心。 第一次,傅双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还是脸红地点了点头,我又抽了几口烟,将烟头谈飞,给你三天时间考虑,跟我谈我,肯定会给你名分,房子车子都会有。 但这段关系什么时候结束我来定,考虑好了,来我家找我,现在下车,傅双双没有闹脾气,如是重负的背起包,就赶紧打开了车门,谢谢林少。 夜晚做选择总是冲动的,我可不想,女人第二天后悔,哭哭啼啼,我驱车回了家,泡在浴缸里,给自己倒了杯红酒,那根紧绷的神经,似乎如是重负了一般,我临天又活了,虽然上辈子,我不会为了许晴儿要死要活,该搞的事也都会搞,但最后是被许晴儿弄死的,所以这笔账,我肯定会算, 还有顾声称带个小报发户,算哪门子富二代,我林家,在帝都之手遮天,要不是怕许晴儿多想,捏死顾声称不是分分钟,轮得到他这只蚂蚁,在我身上爬吗? 少爷,徐小姐最后用信用卡买了单,而且我们的人调查,他似乎将您送的一条项链挂在某鱼上在售卖,需不需要我们,我抬手打断了管家的话,那个不值两个钱。 上个月,我给他订了辆车吧,管家点点头,但是当时徐小姐拒绝收,所以流程还没有走,哦,还有这差,但是后他好像扭扭捏捏还是收了吧。 没事,别管了,我闭目养神,他既然想要,自然还会再来找我的,预告故纵对现在的我来说,可不管用,第一天,没有消息,第二天,依旧没有。 但傅双双双上门了,管家来报,我直接让他把人带到我房间来,今天的傅双双化着浓妆,似乎在刻意模仿许晴儿的风格,许晴儿就是浓烟系美女,稍微打扮一下,就是一道靓丽风景线,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来那种。 但傅双双双属于淡言,温柔可忍更适合她,我皱着眉头,临上,我想好了,我答应你说的,一切听你安排,傅双双放下包包,就要开始脱衣服,我连忙打住她,把妆也先卸了。 啊,傅双双愣住,不是听我的,以后走你自己风格,做你自己就行,傅双双羞涩一笑,拿起包就去了浴室,好家伙还戴了卸妆。 果然,努力的人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一夜纵情。 第三天,许晴儿耐不住性子给我发消息了,但我猜,她应该又在玩那套矜持了,前世我就搞不懂,她这副做做要死的样子能给我拿捏得分毫不差,擦,怪我没开过婚。 许晴儿,临天,下午还去4S店吗?我秒回,去啊,难得许晴儿也秒回了,那行吧,我收拾一下,我们店里再见,我不想让我邻居误会什么,当了坏女人,还特么要立牌方呢。 好好好,我笑了,本来傅双双想避让自己先回去,但被我拉住了,林少,你不是要给小晴买车吗?我去不合适吧,傅双双尴尬道,我去店里肯定给我女朋友买车,你不是我女朋友吗? 我一边穿衣服,一边反问,她有些受宠若惊,不顾腰疼,就开始穿衣服,客厅里,我跟傅双双刚下楼,管家就端来了补气补血的汤,少爷,第一次多少要补,我老脸一黑,闭嘴,你留着自己喝吧,哪有看着长大的大伯会当我女人面,结我老底的? 傅双双似乎瞄懂了什么,脸色爆红,但她来不及反应,已经被我塞车里了,店里的经理还有店员,看见我都非常热情,甚至把店长都喊了过来,林少,您要的那辆车子已经到了,要等许小姐到了再开吗? 我刚想说话,门口就走进来一道歉影,是许晴儿,她似乎有些憔悴,但确定不是装的,不好意思,被骗多了,实在是难以相信她这副模样,林天,我以为你只是开玩笑的,带我闺蜜来干什么,许晴儿嘴角扯出一抹笑容来,故意咬中闺蜜两个字,我没说话,只是看了眼傅双双, 傅双双立马会议,挽住了我胳膊,我男朋友自然要给我买车了,他不带我来,难不成带你来吗? 就是,许晴儿表情跟吃了屎一样,傅双双,昨天的事情,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 但是抢人男朋友的事情,你怎么能干得出来,为了钱你连连也不要了,周围的店员线里只有瓜,纷纷睁大了看,时不时还对视几眼,傅双双也不是好欺负的,双手环抱在胸口,冷笑回道, 你要脸,花他钱用他送的东西,还骂他舔狗,许晴儿我劝过你吧,你什么时候说过,林少是你男朋友,都没在一起过。 弹劾小三,大家又是道西,一口凉气,我忍不住心里给傅双双鼓掌,可太太太对了。 怎么上辈子我就想不通,还各种给许晴儿找借口呢,人家都当面骂我舔狗了,呜呜,现在,我是林少正牌女友,你想我男朋友给你买车,你当我面要抢我男朋友啊,傅双双又来了去,气场简直是完胜。 许晴儿红着眼,委屈巴巴地看着我,换作平时,我肯定心疼地哄他,想把一切都捧给他了。 林天,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?许晴儿故作坚强地嘟了嘟嘴,我发消息你不是回了,我知道你是在跟我稚气,罕复双双演戏骗我,想让我吃醋,我承认。 你做到了,我本来只是想矜持一下的,但你也不能太过吧,众人听着这些话,又看向了我,我他妈的,真是看不了一点,谁有空跟你演戏,你问我来不来,店里我肯定来啊,上个月送你车你不要,还不允许我送别人了,没事别烦我,买车找店员,别找我,率先切了一声的店员我有印象,因为我要给许晴儿送车时候, 就是他接待的,但是因为他劝说了一句,惹得许晴儿把脾气都撒在了他身上,还趾高气扬地对他,这些年你工资涨没涨,有没有好好努力,心里没有数吗? 看在我面子上,这店员不敢吭声,现在听我这么发话了,他自然忍无可忍,这位小姐,不买车,还请不要站在这里。 这是VIP区,看车去另一边,店员挡在许晴儿面前,他狠狠瞪了我眼,扭头就冲出了店里,那又如何呢?小爷压根不在乎,反倒是傅双双,看见那辆车的价格后,倒吸了一口凉气,两百万,临烧我们钢盘,这不合适吧? 而且前两天你已经给我卡了,我皱眉,移了一句,不是,我看起来很穷吗? 傅双双有些为难,叹气道,我之前听晓,许晴儿说,你就是爆发户,撑死了有几百万,这么给我花,我心里过意不去。 小朋友,你是否有很多问候,合着那娘们背后还编排我呢? 一旁站着的店长跟经理他们,真是瞪大了眼睛。 傅小姐,你是不是对林少有什么误会,林家在帝都的产业,无人能及,富豪榜上绰绰有名,连我们老板都要给林少面子,你说他是只有几百万的爆发户? 哦,买尬,我的天啊,那许小姐那么没眼力见啊,什么许小姐,分明就是做做装逼女。 朴痴,傅双双实话了,好半赏才消化了过来,随后没有负担在赠送合同上签字,谢谢林少,我拖着下巴,看她好笑的表情,也忍不住笑了下,钱都是小钱,主要气到许晴儿,我是真的开心, 好像为了追许晴儿,我还给她安排了个工作吧,我一个电话过去,之前不是说许晴儿业务不过关,给她开了吧,这也是前世许晴儿跳槽去顾生真公司后,我才知道的,如此一来,我还促进了这对狗男女快速见面,他们结婚,不得喊我吃酒啊,不行,肯定想黑我份子钱,宝宝,被我这么一喊,富双双红的脸, 啊,怎么了,我笑着,把她拉到怀里来,下个月,你们是不是同学聚会,到时间我陪你去,当然可以啊,富双双笑着,从我怀里抬起头来,眼里,没有一点点违心的心虚,真是越看越顺眼,当然这一个月,我也没闲着,该工作就工作,以及未坑故声称做准备, 那家伙确实有点脑子,不然也不可能白手起家,把公司做起来,但我想,给她精心做个局,让她跳进去也不难,像那样自负高傲的人,重创她引以为傲的事业,一定很有意思呢, 一个月后的同学聚会,我跟富双双还没进包厢,站在门口就听到了里面吹嘘的声音,果不其然,许晴儿带着顾声称来了,看她坐在那男人身边,就笑得羞涩开心,我就气不打一出来, 她看见我后,显然笑容僵硬了几分,我追过她事情,在座的她大部分同学也是知道的,大家不介意带家属吧, 我跟我男朋友来迟了,一会自罚一杯,富双双笑着,挽着我入座,双双,怎么不介绍一下你男朋友啊, 许晴儿话里带刺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嫉妒呢,富双双看了我一眼,然后面带微笑, 我男朋友就是做小生意的,肯定不能跟你,对了,你跟这位先生是确认关系了吗? 我怕我喊错了尴尬,我害了一声,一副表示理解的样子,你们这同学聚会不是只能带家属吗? 那他们肯定在一起了呗,不会喊错的,易懂的人都在偷笑,只有许晴儿勾着讥讽的嘴角, 我跟阿琛确实在一起了,林少是后悔了吗?一旁的顾生琛也是目光犀利地看着我, 仿佛只要我说出什么舔狗的话,就能狠狠地羞辱我一番,笑死,我赶紧握着富双双的手。 我跟你当初那点事你还提,都没在一块,后悔什么啊,你男朋友还在呢, 许大美女总不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吧,许晴儿气地拍桌子。 林天,林天是吧,不知道在哪里高就,顾生琛推了下金丝矿眼镜,死尽视眼, 抄电小股,不值什么钱,听说顾绍是开公司的啊,想来很赚钱了, 星河的那个项目你听说了没,傅双双看我眼神有些疑惑不解, 但也没有插嘴,势在必得,顾生琛冷笑道,好好好,那就好, 我心情不错,没有再继续回她,反倒是顾生琛要替许晴儿出气一样, 各种跟我喝酒,我看起来是很不能喝的样子嘛, 我把车钥匙丢给傅双双,嘱咐她晚上开车带我回去, 随后便喊服务员上酒,开瓶十万的吧, 档次低了,配不上林少呢,他们都这么喊你, 没错吧,故意趁挑眉,我点点头, 没错没错,先上个十瓶吧,十瓶也就是一百万啊, 这不跟喝数口水一样啊,众人倒吸一口凉气, 许晴儿脸色更不好了,明天,你是不是知道我们家阿琛买单, 就故意坑他钱啊,你这人怎么这样, 许晴儿还是用以前的公主脾气跟我说话, 我有点不耐烦道,买不起单就别装大款呗, 我来付,哦,对了,你看不上的那辆车两百万, 虽然我知道你男朋友会给你买更贵的, 一出手就是二百万的车呀,我的天, 许晴儿也太不是好歹了,这林少看着就很有钱, 他手上那只表都上百万了, 我感觉他活该,就爱装模作样, 现在不也是找了个有钱人, 嘴里说着不爱钱,找的一个比一个有钱, 笑死了你小声点, 顾声称安抚了下许晴儿, 两百万算什么,你想要我随时可以给你买, 我知道你担心,我喝多了,我没事的, 倒是怕林少不敢喝,顾声称话音落下, 又看向了我,前世我就喊助理调查过顾声称, 因为创业初期艰难,经常都吃不上饭, 所以胃病还是很严重的, 我再不能喝也比他能喝吧, 来呗,上大杯子,谁怕谁, 小爷我来之前可是吃了饭, 两瓶下肚,还能忍一下, 反倒是顾声称有点不行了, 男人不能说不行哦, 傅双双起哄道,我当然行了, 我笑着亲了下他的嘴, 众人也跟着开始起哄了, 许晴儿虽然担心顾声称的身体, 但也希望他可以比得过我, 所以一边关心顾声称, 一边给他倒酒, 我真的是笑死, 我去下卫生间, 一会继续, 顾声称强忍着不舒服, 面无表情道, 不行啊, 你不会去厕所吐吧, 我直白问了出来, 顾声称要走, 我不让, 然后他吐了一地许晴儿心疼的大喊, 顾声称, 顾声称, 都怪我, 我不应该拉你来这里的, 早知道临天要针对你说什么, 我都不愿意让你来的, 都怪我, 不是因为我, 他肯定不会这样对你的, 许晴儿哭着梨花带雨, 众人也不再起哄, 而是吃瓜地看着我们, 在场是有钱的, 估计就是我跟顾声称了, 其他人带来的家属, 也都持着观望态度, 也是啊, 这么喝都能把人给唱死了, 酒再贵, 胃也就一个, 不是许晴儿男朋友, 非要先喝的吗, 说不定是林少放不下许大美女, 想给他夺回来呢, 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话, 顾声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, 许晴儿哭得更狠了, 他红着眼眶看我, 林天, 你这样做, 只会让我越来越恨你, 我讨厌你, 不可能会喜欢你的, 不管你怎么做, 我都不可能会喜欢你, 听清楚了吗, 林天, 这就是你上一世世如珍宝的女人, 也就是说, 后来许晴儿自己因为能力过不去, 被针对辞职后, 就已经跟顾声称处在一起了, 我对他付出那么多, 连个手都拉不了, 他在顾声称那边, 倒是放得开啊, 这都快贴在一起了, 也不嫌弃顾声称吐的恶心了,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, 半赏笑了下, 许晴儿, 你觉不觉得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, 自不量力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。 我拉着傅双双离开, 把我们的那部分开销给付了, 给他们花钱, 还不如拿出去喂狗呢, 只不过这天之后, 他们圈子里都在传我是个小气的爆发户, 傅双双说给我听的时候, 都要气死了, 但我让他不要澄清, 不然顾声称还怎么上钩, 至于他们上赶着巴结顾声称, 还是许晴儿也好, 都挺不错的, 等顾声称从上面跌下来, 这群人嘴脸可是最好看的呢, 顾声称也跟那天说的一样, 对星河这个大项目势在必得, 不管是他们的方案还是金额都很合理, 所以拿到这个项目, 他在业内的名声又高了些, 甚至都敢让许晴儿邀请傅双双吃饭, 顺便喊上我一起呢, 这是想啪啪打我的脸, 哎呦为我求之不得, 傅双双也憋屈了好一阵, 捣食好了就跟着我出门, 看见许晴儿那眼神, 我感觉他都恨不得给对方把层皮下来, 听说顾总拿下了星河的项目, 恭喜啊, 我上来就祝贺到顾声称点头, 连手都不愿意跟我握一个, 还好吧, 都是小场面, 听听, 怎么这么能装呢, 就是就是顾总出马, 一个顶点, 我笑着说完, 顾声称眉头皱着更紧了, 不会夸就不用引夸, 反倒是林少, 上次听你说这个项目, 还以为是你打算投资呢, 我看投资方那边好像没有你吧, 许晴儿赶紧嬉笑, 阿琛, 那又不是不知道明天有几个钱, 那么大项目, 几千万爱, 他到哪里跟着头, 难不成还能把送女朋友的车给卖了, 傅双双学我叹气点头, 是啊, 就算送了我一套几百万的房子, 把房子卖了, 应该也不能跟着头大项目吧, 还是许晴儿你幸福, 你男朋友是不是送你好几套了, 说完, 傅双双哀怨地看着我, 我跟他一对眼神, 立马心知肚明, 我惆怅地喝了口茶, 也叹气, 许晴儿脸色僵硬, 我们谈的感情, 跟你们这种谈恋爱玩玩, 肯定不一样啊, 我跟阿琛要结婚了, 到时候, 他的什么不是我的, 话说双双,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, 你可以让林天到时候, 跟我们订一个档次的婚宴, 那家确实还不错, 阿琛说了, 等项目结束, 就跟我求婚, 许晴儿害羞地低下头, 又时不时偷看顾生琛, 坐坐, 我还是喜欢傅双双这样直接爱钱的, 放在明面上来, 傅双双气的不知道回什么, 我握住她的手给她安慰, 那真的是祝福你们天长地久吗? 一顿饭吃下来, 阴阳怪气不下八百个会合, 但最终的局面, 就是被顾生琛跟许晴儿狠狠地显摆了一下, 可这都是在我的圈套里面, 不出意外的话, 马上就要收网了, 助理将相关的文件资料全部都以邮件的方式发给我, 紧接着我给她打了个电话, 顾生琛钱到账, 就收网, 直接把她公司做空, 林少, 就这样吗? 我想了想, 笑道, 几千万债务够她头疼的了, 我信顾生琛能白手起家, 但我不信她在业内鸣声跌入尘埃后, 还能东山再起, 再者, 有我林家龙头在, 谁敢帮她, 真不知道那些小说都这么写的, 我这种就该是无脑配角呗, 林家, 既然把集团交给我, 我又怎么可能是一事无成的公子哥, 没有了恋爱脑, 我简直buff加成了, 一个星期后, 顾生琛公司破产消息被爆了出来, 当然也有我的手笔, 真不怪我狠心, 上辈子我临死之前, 助理就提醒过我, 说许晴儿跟顾生琛合伙, 可能会对我不利, 搬空我的财产, 我本想着, 应该不可能, 所以对于许晴儿求助的三千万我给她了, 没想到她跟顾一琛, 居然一起开车撞死我, 如此, 简单粗暴的手法, 得亏我是重生了, 不然就算我被抛尸在荒郊野岭, 也要给气得爬回来, 如此高兴的日子, 外边下着大雨, 好像小说里只有主角遇到挫折的时候, 才会有这样的天气吧, 这还是傅双双看小说里的内容, 我无聊听她说过一些, 管家说, 许晴儿来了, 傅双双没在, 我靓着许晴儿一个小时, 才放她进来了, 她浑身湿透, 还忍不住地在颤抖, 我透过落地窗, 能感觉到外面狂风暴雨有多大威力, 嘖嘖, 她今天还穿着一身红裙子, 是当初我跟她第一次见面的那一身, 明天, 你如愿以偿了, 不是想要得到我吗? 我给你救世了, 放过顾生铮, 许晴儿屈辱地抬头, 我好笑地看着她, 爱, 是顾生铮猜出来的, 还是你猜出来的, 她知道你要来找我, 不拦着你吗? 什么男人啊, 还要自己女人来求人, 嘖嘖嘖, 我每多说一句话, 许晴儿的脸就更红一些, 她不像你, 她没有碰过我, 对对, 如果不是我助理查到她前几天去医院补那层膜的事, 我也信了, 想让我放过顾生铮也行, 我还能让她公司起死回生, 因为我呢, 可不是你许晴儿嘴里的爆发户, 帝都林家, 知道吧, 宁上我是你的荣幸, 我勾勾手, 许晴儿就算在屈辱, 也只能走过来, 但我又开口了, 脱了衣服跪着爬过来, 林天, 你不要太过分了, 就算你是帝都太子爷又怎么了, 你就会拿权势压人, 你不觉得你很挫败吗, 许晴儿满眼怒火, 我笑着点头, 能用权势压人, 我觉得我挺成功的, 而且你还没见过真正的权势, 今天你讨好的只是我, 明天说不定是哪个流浪汉了, 只要我想, 你没有反抗的可能, 许晴儿被吓到了, 他擦干了眼泪, 环顾了下四周, 半晌过后, 他任命地脱掉了衣服照做, 可在快要碰到脚事后, 我喊停了, 穿上衣服滚吧, 我发现, 对你我好像实在是提不起兴趣, 骄傲如许晴儿, 他哪里允许自己被这么践踏, 穿上衣服, 哭着就跑出去了, 等外边彻底没了动静, 管家才走了进来, 少爷, 顾先生似乎在不远处等着徐小姐, 您不用担心, 我他妈的, 我担心的锤子, 我起身准备上楼, 谁知道顾生琛那家伙也冲了进来, 但他被保安拦住, 压根进不了别墅, 我来了兴致, 走到门口招了招手, 保安也就放他进来了, 林天你不是人, 你居然对我女朋友做出那样的事情, 你这算是强奸, 就算你是林氏集团继承人, 有了这样的污点, 你觉得你还能继续当继承人, 顾生琛邪校, 他虽然愤怒, 但更多的是得意, 我皱眉, 那你想怎么办, 给我五千万, 这个女人给你了, 我呕了一声, 前世我前前后后在许晴身上, 花的都不止五千万了吧, 泽泽, 这就是他真爱的男人, 把他当物品一样明码标价, 设计了他还要利用他再赚一笔, 现在想来, 许晴儿跟我有什么区别, 听见了吗, 你只值五千万, 我对谁顾生琛身后大喊了一声, 站在门口的许晴儿, 自然听得见, 他的身躯摇摇欲坠, 但还是冲过来, 拼命捶打顾生琛, 两个人吵架, 那怒火一下子就点燃了, 什么沉芝麻烂骨子的事情都抖了出来, 你能为临天去补魔, 谁知道你当初跟我是不是补的, 你这样的女人, 在我这里讨到好处, 现在我出事了, 你不帮我, 那我们只能一起下地狱, 故意称疯癫大笑, 我都给她吓了一跳, 许晴儿脸色苍白, 她没有过多解释, 只是看着我道, 临天, 我后悔了, 你再爱我一次好不好, 我真的知道错了, 我猜, 她想赌我能不能当她最后的底牌, 如果能, 她许晴儿又能翻身上位, 我故作犹豫, 可是我女朋友是负双双哀, 没关系, 哪怕你不跟她分手, 我也可以跟着你, 只要你帮我拜托顾声称, 许晴儿一口答应, 如今的她, 跟高贵明艳一点都不沾边, 或许这回欧斯底里的她, 才是真正的她吧, 我笑了, 行了, 这个简单, 管家报警吧, 我挥了挥手, 两名保镖赶紧架住了顾声称, 使她动弹不得, 顾声称还在无能狂怒, 我没有罪, 就算你们报警也是没有用的, 反倒是你临天, 坐局陷害我, 你不得好死, 肯定会遭到报应的, 还有许晴儿你这个贱女人, 贤疲爱父, 我当初怎么瞎的眼看上你了, 直到她被警车拖走, 因为要坐笔录, 所以我开车带着许晴儿也去了, 傅双双知道的时候, 我还在警察局里面, 她穿着睡衣就冲过来了, 林少, 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,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, 我笑着摸了摸她脑袋, 我你还不放心吗, 临天, 身后的许晴儿, 楚楚可怜喊道, 傅双双身子一僵硬, 然后释怀地笑了笑, 那林少, 你先处理事情, 我走了, 你走啥, 今天是个好日子, 咱们去挑婚戒, 千万别给我省钱, 我一把搂住了她, 林天, 那我怎么办, 许晴儿哭着上来要拉我, 傅双双反应过来, 赶紧给她推开, 许晴儿, 这里是警察局, 你在这儿都上赶着当三呢, 你什么你怎么办,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, 就是, 我拉着傅双双, 开车就走了, 因为前世我知道, 傅双双跟许晴儿一起玩, 纯粹是上学时候学费贷款还不上, 许晴儿会借钱给她, 但许晴儿最后却是按高利贷算的, 把傅双双活活逼死, 也是构建了, 傅双双不是背叛闺蜜, 她只是跟我一样, 都是被人利用的可怜人罢了, 所以我跟她, 只是双向救赎罢了, 只不过在这过程中, 我爱上了傅双双的真性情, 我想, 她对我的关心和在乎, 也是出于本能, 而不是两个孤单人的慰藉, 真心是可以换来真心的, 后来顾声称因为还不上债尽了橘子, 许晴儿去KTV卖酒, 还被我撞到过一回, 她怕在老男人怀里嬉笑, 没有当初的一点不情愿样子, 也是讽刺极了, 不过与我无关。